金正恩星期三在最高人民会议第五次会议演说时 指北韩没有向南韩发起挑衅的目的和理由 也无意造成危害 南韩应该摆脱要压制朝鲜挑衅的危机意识 和受害者思维 指北韩传闻希望僵化的南北关系早日恢复 朝鲜半岛持久和平 愿意在10月初重启通讯渠道 至于南韩总统文在寅 早前在联合国大会提议发表两韩中战宣言 金正恩认为宣布之前有关各方要互相尊重 摒弃偏见和不公正的双重态度 撤销敌对观点政策是北韩一贯的要求 批评南韩明知两韩关系恶化的原因 但视而不见 强调两韩关系发展取决于南韩的态度 两韩在7月底一度恢复中断年纪的通讯 但只是维持两个星期 就因为北韩不满美韩联合军演而无再回复 金正恩批评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针对北韩的敌对政策和军事威胁变本加厉 越来越狡猾 批评美国提出无条件对话 是欺骗国际社会的掩眼法 美国国务院表示 美国并不敌视北韩 已经为无条件回忤做好准备 希望北韩积极回应 有先电视机者你见音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